首先跟各位同学说一下我们今天讲什么 上节课先给我回顾一下上节课讲了什么 来评论区告诉我 上节课咱们讲了什么呀 消费税讲完了对吧 然后上节课咱们还讲了第六章 承建税两个附加 还有一个叫烟业税 这四个都是超小超小的小税种 小的不能再小了 但是呢大家今年一定要给我注意 承建税的计算 因为今年承建税涉及到比较复杂的计算 所以大家一定要预备着 它可能出现在这个综合题里出现疑问 让你算承建税 或者在选择题里直接一道题 考你承建税的计算比较复杂的那种 那么但是啊 大家放心这个承建税分值不会高的 肯定不会很高的 那么上节课咱们还讲了 第七章的开头 大家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啊 第七章 我们要学两个税种 第一个税种叫关税 第二个税种叫船舶敦税 这两个税种啊 为什么放在一块儿学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说海关他自己负责征收俩税 来同学们评论区告诉我 哪两个税 海关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他自己负责俩税 哪俩税 这两位 那么关税是针对进出进的货物 那这个呢 大家想一想 就这俩东西 对吧 船舶 从外边的太平洋上 大西洋上 开到咱们国家港口来了 在咱们国家的港口停泊 那你得什么补给啊 等等 还得占咱们国家的地儿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他征收一个船舶敦税 所以这两个东西啊 其实都是海关征收的 那么我们上节课讲了关税的纳税人 咱们在说纳税人的时候 我们说要分类讨论 有两种东西 一个叫货物 一个叫物品 请问各位同学 货物 他的纳税人是谁 我们根据进口的货物和出口的货物 不一样 我们分为了发货人 收货人等等 那么物品呢 我们说是要所有人 但是啊 比如说什么走私的情况啊 等等等等 违法的情况啊 我们也说那些叫推定所有人 也要做纳税人 讲完了纳税人之后 我们讲了一个关税的税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关税税则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关税税则 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进口过来的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知道 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知道到底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找税率 对吧 进口各位同学 几栏税率 几栏 出口就一栏啊 出口很简单 进口数列的税率 几数列 四数列 所以咱们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来 下面我们就来看 进口的关税税率 注意看 我们国家进口的关税税率 有这么几个名字 这几个名字啊 大家必须给我记下来 后面还有两个特殊的 一个叫配额呀 等等 一个叫暂定 这几个名字 画波浪线的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几个名字 我告诉大家考怎么考 很简单 一道选择题 最多最多考一道选择题 所以大家在这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但是这几种税率 到底用哪个 其实啊 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那个表格里边 其实有一些关键词 所以各位同学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找关键词 那到做题当中 仍然是找关键词 听明白了吗 就是什么时候用最会国税率 什么时候用这个协定税率 什么时候又用这个特惠税率 什么时候又用普通税率 所以采用的学习方法是给我画关键词 听明白了 好那么这几个税率啊 到底到底谁决定啊 到底到底有谁决定啊 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 大家稍稍记一下 这个机构叫做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因为怕他冷不定考你这个机构的名称 所以这个机构大家记一下 是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不是税务总局 也不是海关总署 也不是财政部 它是这么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决定的 好了大家清楚了吗 好了那我们这块过了 下面来到税率 最惠国税率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适用于哪个国家进口过来的东西 第一种情况 原产鱼与我国共同适用 叫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 来各位同学把关键词画下来 所以你发现没有最惠国最惠国是什么 从哪进来的 叫最惠国进过来的 对吧 所以共同是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这些世贸组织成员 WTO的成员 大家都知道我们加入WTO之后 我们有一个承诺 对吧 降低关税 我们要给世贸组织成员最惠国待遇 对吧 不能歧视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惠国 还有一些成员 他可能不在WTO里面 但是他跟我们单独签了 就他可能不在WTO里面 但是咱们俩单独签了个双边协议 我也给你最惠国待遇 所以各位同学 最惠国税率 什么情况下用啊 给我找最惠国待遇 这么五个关键字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就是我国 原产于我国境内 同学有疑问了 说为什么原产于我国境内的 他又进口过来了 有人知道这种情况吗 我们有一些东西 咱们国家运出去了 生产的 咱们国家生产了 然后运出去了 运出去之后 飘洋过海 然后哪哪哪走一圈之后 又回来了 摇身一变 说自己是一个博来品 说自己是一个进口货 所以这种情况呢 原产于我国境内 他出去留了一圈洋 回来之后 仍然给他最惠国税率 好 再来往后 协定税率 什么情况下有协定税率呢 各位同学注意了 来 区域性贸易协定 所以这儿呢 大家画这么四个字 叫贸易协定 这个东西不是WTO 也不是跟你签了一个最惠国的待遇 不是的 我们有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 这个东西我预告一下 各位同学 今年我们教材在这儿 新增了一块内容 有一个东西 我们国家最近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贸易协定 有人知道吗 RCEP 有人说是RECP 说错了 是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 我告诉大家 今年咱们的税法教材 新增了这块的内容 所以啊 同学们你们到那儿也会学到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跟东盟这些国家 还有印度 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我们签了一个贸易协定 这种情况 其实是对抗那个美国的那个印太战略的 所以我们也搞了这么一个 那针对这个区域性贸易协定 签署协定的这些国家 进口到我国来的这些货物 我们用的是什么税率 记住 协定税率 好 再往后 特惠税率 特惠税率 大家来跟我看一看 关键词是什么 原产于 与我国签订有特殊关税优惠 来 关键词出现了 叫做特殊关税优惠条款的 那些贸易协定的国家 进口到咱们国家来的货物 这个东西有没有同学知道 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 哪个国家跟我们签订了这个玩意儿啊 有人知道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老挝这个国家有人知道吗 在东南亚啊 但是它是个那种小透明 大家想东南亚你绝对不会想到老挝 为什么呢 经济欠发达 这个国家呢比较穷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特惠税率 特惠税率 那给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特别穷的国家 所以给他们一个特惠税率 所以特惠税率找特殊关税优惠 记住了 这是关键词 那我们到这三个重要的税率 说完了 这三个 基本上都是给他们一些优惠 对不对 所以 最惠国的 协定的 特惠的 给他们一些优惠 那如果没有优惠 不享受优惠 怎么办呢 那就叫普通税率 所以普通税率是怎么找 除了 这儿这儿这儿 这些国家的 其他地方的 比如说跟咱们关系不好的那些 比如说那些中美洲的小国家 没跟咱们国家建交的 那些国家进口过来的 咱们给它用普通税率 还有一种情况 单独记一下 那就叫做原产地不明的 不知道你这个货物是从哪来的 那这种情况 咱们为了保证 咱们国家的关税的税源 我们给你一个普通税率 所以这是普通税率 那基本上 这个东西就是最高了 垫底子了 最高的普通税率 还有两个特殊情况 一个叫暂定税率 一个叫配额税率 这两个东西呢 也是简单的 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就行了 什么叫暂定税率啊 我告诉大家 咱们国家啊 根据咱们国家这个经济的发展 和经济的需求 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需求量 特别大的那些原材料啊 那些战略性的物资啊 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每年 国务院的这个 关税税责委员会 它都要按年度 去制定一个暂定税率 说今年 我们国家就要 着力发展我们国家的 什么基础设施 基础建设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进口一些 什么机器设备啊 所以我们对那些东西 给今年给你一个暂定 比较低的税率 但是这个东西 只适用于今年 国务院每年都会发布一次 所以这个叫做暂定税率 你看 在某些重要的工农业的生产的原材料和机电产品的关键零部件 这种情况我们给它暂定税率 好 这是暂定税率 再来最后一个 那就叫配额税率 这个东西 我告诉大家 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 我们国家进口的那些农产品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进口什么农产品 进口的最多吗 什么大豆 什么玉米 你别以为 这个我们国家不进口 你别以为说 你说我家东北的 满地都是玉米地 我告诉你 咱们国家进口的这些 外国的大豆啊 玉米啊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 真的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为了说 首先第一 我们要平衡国际贸易 第二呢 我们为了说 防止它对我们国产的这些 大豆和玉米造成冲击 我们给你一个进口配额 什么叫进口配额 就是说 你每年只能进口2000吨 2000吨之内 我们怎么样啊 我们给你一个配额之内的水率 一定是很低的 那超出这2000吨 那就要按照咱们正常的贸易规则 看看您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们再给你试用 其他的这些税率 所以这就叫做配额税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配额之内的 适用配额税率 那如果说在配额以外的 那就直接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规律来走 就可以了 恢复正常 当然了 配额之内肯定是更优惠的 所以这是配额税率 所以这个暂定税率 配额税率 简单了解即可 这就是我们的关税税率 所以大家这个知识点 主要还是要记关键词 做题 找关键词 非常简单 非常快捷 好了 各位同学 这块我们就过了 下面出口的 出口的 不用了解 我们这种不讲了 出口关税税率 基本上不会考的 所以这就过了 下面有一个知识 这个知识叫做税率的运用 这个知识 首先跟大家说考情 会不会考呢 可能会考 但是这几年都没考过 很早之前考过一次 这个税率的运用 考什么 就考一道 最多最多 一道选择题 一道选择题 但是他已经好几年没考过了 所以可见啊 这个知识点的考评 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个知识点呢 东西又多 需要大家记的东西又很多 我今天在课上 尽量的帮各位同学 总结出一些小小的规律来 那你就按照我这个规律 去记就行了 再多的时间 不用花 好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税率的运用的知识 首先大家想一想 这个税率的运用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在我们实物当中 它的目的到底是干嘛用的 大家知道 国际贸易这件事啊 它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的这个关系好 可能今天晚上 你发表了一个 对咱们国家不利的言论 我第二天跟你关系就决裂了 这个在国际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当中 简直是太常见了 所以这种情况 国际贸易它是瞬息万变 那我们进口过来 飘洋过海的一批货轮上面的货物 到了咱们国家的港口 发现结果 好的 咱们跟那个美国断交了 咱们跟那个美国打贸易战了 这种时候 这个货轮上的税率 到底是用哪天的税率 直接决定了这批货轮上的这个货 我到底还不要搬到中国去 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 在贸易战的情况下 有一批货轮开到不远万里啊 跨越整个太平洋 开到咱们国家的港口上 第二天打了贸易战 我们对它加征一个百分之百的反倾销税 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一想 你作为这个货主 你还要把这批货放到中国的港口来吗 不要了 你这批货就烂了 我就让它全都扔海里了 我也不会让它进到中国来 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我们的国际贸易是太常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看税率 到底用哪天的税率 来 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原则 大家跟我画一下啊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 这是我们那个惯常的一个原则 一般情况下都是得海关什么时候接受你这个货物递交的报关单 什么时候接受你的申报的时候 我们用那天的税率 所以这是一个一般原则 那么大家来给我看一看 我们这个表里边这么多项 哪一个是跟这个一般原则是一样的 来 第一种情况 一般规定 叫做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之时事的税率 第二个先暂时不管 来第三个 看 这个叫做进口转观 这个进口转观啊 我简单解释一下 同学们不用 这个只要听懂了就可以啊 考试不会考你什么叫进口转观的 来 比如说这是天津港 这呢可能是青岛港 我这个外边有一批货物运进来了 先运到青岛港 但是呢我跟青岛的海关的工作人员说呀 我最终的目的地是天津港 所以我这批货要从青岛再起运 再运到天津 再运到天津去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叫做进口转观 你看啊 转了一个观 那这种情况是 大家想一想 是哪个海关 接受这批货物申报的日子啊 用那天的税率啊 大家想一想 青岛这儿 做数吗 不做数 然后呢您从青岛这儿继续走 还得运到天津 还得运个三五天 所以这种情况到底是哪个海关 天津海关 接受这批货物申报进口之日 所以这个就叫做止运地 止运地海关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日 止运地是哪儿 天津 那好了 这是进口的情况 大家想一想出口的情况 出口咱们也要做一个转观 那这儿就是从天津往外运 从天津先运到青岛 然后从青岛再运到国外去 好 那这种情况下 针对这种出口转观货物 我们是哪儿 我们叫做起运地 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业务当中起运地是哪儿 起运地是哪儿 天津 仍然是天津 因为您是从天津那儿启程的 所以叫起运地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个进口转观和出口转观 它们都是最终的目的地 天津 这儿是最初的起始点是天津 所以这是止运地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日 和起运地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出口之日 所以本质上仍然是海关 接受申报值 所以123 这三个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扣一个1 好吗 当然 这个天津转到青岛再出去 这个东西在我们实际上 这个国际贸易的操作当中很少见 基本没有了 好 能听到 来 再来 我再告诉你一个 跟我们的原则一致的 来这儿 叫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集中申报 那就是我申报一次 然后可能进了两批 进了三批等等 所以这种情况叫做 每次货物进出口时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值 仍然是跟我们的一般原则 一模一样 所以1234 这四个大家要记 叫海关接受货物申报 进口值 来 把这几个词给我打在评论区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规则 我们就把这四项 合一 记一个原则 就好了 四合一 记一个原则 那么有一些特殊的规则 我们把一般规则讲完了 已经讲完了 现在就来说特殊规则 特殊规则 我告诉你 就是第二项 以及 这项 第二项 以及这个第六项 我们来看看这个特殊规则是什么 首先先来看第二项 第二项叫做 说进口货物啊 到达咱们国家这个港口之前 经核准 先行申报的 所以这个第二项 实际上是在 货物到达之前 先申报的 那比如说 说 我说这个货物还在太平洋上 还在飘着呢 然后我今天 三月三十号 我就来过来跟你申报来了 您甭问我为什么 反正我今天就去海关申报去了 然后你说呢 你跟海关说 说我这个货物呢 可能预计还得俩月之后 到达咱们的青岛港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今天去申报了 我说我预计我的货 俩月之后 五月三十号到达青岛港 请问这个时候海关跟你说 那税率咱们用什么时候的呀 看 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 就是你那个船 最后到底什么时候 到底是哪一天进港的时候 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 当时的税率 这是先来申报的 那再看第六项 这个第六项就 超过规定期限 未申报的 超过规定期限 未申报呢 那实际上就是晚报的 或者叫迟报的 对不对 我们在规定期限里 没有跟海关申报 那这种情况下 被海关依法变卖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 仍然是运输工具申报 进境之日 因为您的运输工具 可能是两个月前 就已经进到国境以内了 进到官境以内了 但是您迟迟未申报 到了海关说 把你这批货呢 要变卖掉了 你现在才知道申报 所以现在我们变卖的时候 要看你运输工具 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所以一个先报的 一个晚报的 或者叫后报的 这两个都是用运输工具 申报进境之日 所以同学们好不好记 一个叫做先报的 一个叫做后报的 后报就是这个晚报的 所以先报和后报都是用运输工具 申报进境之日 好 还有一个 这个是说你违法违规了 违法违规的情况 我们要追征关税的情况 海关要追征关税 因为你发生一些违法行为 那这种情况 追征关税 我们到底用哪天的税率 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的税率 但是如果说海关 有的时候啊 过来查你的这个关税 然后他不知道 你这个违法行为 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这种情况就是 是用海关发现当天的税率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单独记就可以了 好了 记住啊 违法的这种情况 是你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的税率 如果违法行为不能确定的 是海关发现那天的 税率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的一般规定四个 大家跟我先捋一下 一般规定是什么 是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 或出口那天的税率 除了一般规定之外 我们要大家记第二个 第二个是先报的 或者后报官的 先行申报的 或者呢 未按规定期限申报 被依法编卖的 这种情况 是运输工具申报进进之 还有一个第三种特殊的 单独记的 是你发生了一些违法行为 要追征的 是违法行为发生之日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表格的方法 我讲了这么一遍 大家能听懂就可以了 具体课后 我觉得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背记它 好了 这块我们就过来 还有最后一种情形 这个情形是什么 是你当时这个货进到咱们中国来的时候 暂时先没有交税 那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暂时不用交税呢 比如说你跟海关承诺 说我这个货物呢 过来参加一个展会 这个展会啊 就两月 这个两月展会之后呢 我这个货物要原分不动的运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海关跟你说了 你给我交点保证金 那你就暂时先不用交关税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叫已经申报并放行的 叫做保税货物 或者减免税货物 还有一些租赁等等等等 这些情况的货物呢 那你当时暂时没交税 但是之后你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形 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 您这个货物原本说进来 待两个月参加一个展会就运出去 现在呢 被一个中国的土豪买下来了 说这个展会呢 有人当场直接付现金 把我这个货买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您这个货还用出境吗 就不用再出境了 所以你看第一种情况 保税货物经批准 不再负运出境的 还有呢 保税的仓储的货物 我们原本是要出去的 现在转入国内内销了 还有一些减免税的货物 然后呢 转让一座他用减免税条件丧失了 所以这些情况 大家发现了没有 都是需要干嘛的 都是需要补税的 补什么税 补关税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中 是海关接受纳税人 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纳税之日 我问同学 为什么叫再次 这个再次是针对什么时候说的 针对您第一次 第一次报 我们是免税的 是保税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报 没交税 所以我现在再报的意思 就是说 我该交税了 那我叫再次填写 报关单 再次申报办理 所以它的本质仍然是跟我们前面的一般规定是一样的 只不过 这是您第一次报 我是免税报的 保税报的 现在这个第二次 我是说 转内销了 然后我要给你补税 所以叫再次申报办理的时候 所以这个跟一般原则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形 所以这就是我们税率的使用原则 好 那么这个里面给大家写了一个解题高手 帮助大家总结的 一般规定 集中申报的 以及进口转关 出口转关的 都是海关接受该货物 申报进出口值的税率 先报的 后报的 这是叫运输工具 实际进进值的税率 第三个 违法了 违法需要追征关税的是 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的税率 发生之日不能确定的是海关发现那天 第四个 有一些货物 您第一次报的时候 是保税的 减免税的等等 那这种情况 我们不再出去了 那就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纳税值 所以这就是我们税率的 适用这个指示点 好了 最多最多 一道选择题 大家不用花太多时间 好了 第三个 关税完税价格 跟应那税额的计算 我告诉大家 这儿到了我们关税的核心内容了 关税的核心内容 其实就是这一节 关税的计算 关税的计算 我们跟大家强调过 这个重要性 大家知道 关税的计算 会在什么题目当中出现吗 综合题 那综合题当中 你这个关税 一旦算错了 各位同学 会导致什么 您这之后 满盘皆输 所以第一件事 各位同学 您这个关税 必须给我算对了 好吗 好 解释 什么叫关税 完税价格 把它扩展一下 叫做 关税 完整的 计税价格 所以这叫 关税 完税价格 那么 我一说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请问各位同学 关税的计税依据 它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关税的计税依据 就是关税 完税价格 来吧 关税 完税价格 两颗星的知识点 这个是在我们的 第265页 那么关税 完税价格 一般情况下 包括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三要素 货 运 和 保 货价不解释了 那么运费 我稍稍解释一下 大家想一想 这个货运 保里面的运费 我们这个货往 飘洋过海 从什么太平洋 大西洋 飘过来 来到我们国家的港口上 那它一定是叫 在我们国家港口 有一个叫做 起泄地点 或者叫输入地点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见过 港口的照片 我们港口 有那种大的龙门吊 那个龙门吊 是干嘛用的 把集装箱 从货轮上 吊起来 放到我们的 呱唧 放到我们的港口上的 所以这是龙门吊 所以这个动作 实际上就叫 起泄 所以各位同学来看啊 这货物运抵我国境内的输入地点 比如说青岛港 那就是起泄之前的 所有的运费 跟相关的杂费 这是运费的一个简单解释 所以这是运费 那么再来保险费 那请问各位同学 保险费是不是也要符合这个原则呢 一样的 仍然是叫输入地点 起泄前 所以起泄前这三个字 在我们的题目当中一定会出现的 要么就是起泄前 要么就是起泄后 我来问问各位同学 这个大龙门吊把这个集装箱调到我们的青岛港上了 然后之后我们这个集装箱啊 我们在这个港口内部在发生一些运输 还有我们从那个港口啊 在运到我们 比如说青岛市 什么山东省等等 这种情况我们后续还会发生运费和保险费 那么后边的运费保险费 各位同学算不算了 想一想啊 算不算 绝对不能算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是起泄前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起泄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这里其实就代表的是运杂费 还有保险费 所以货运保三个东西 我们都已经解释完了 那么这个完税价格 我们在目前咱们中国的海关 对它采用两种方法去定价 也就是用这两种方法 去确定我们这个关税完税价格 哪两个方法呢 来第一个方法 名字大家要背 画下来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第二个叫做海关估价方法 两个名字大家要记住 首先第一个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你不用看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概念 不用看 那这种情况一定是你们有一个成交价 我们海关以你们的成交价为基础 在这个上面呢 加加减减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叫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下面一个 那就是你的这个成交价没有 或者说你的这个成交价呢 不合规定 找不到 无法确定 这种情况 你说海关有没有招 海关也有招 海关的招啊 多的是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但是这种第二种呢 就叫海关估价方法 所以这么两种方法 名字大家要记住 那么 请问 有没有顺序啊 有顺序 一般情况下啊 先用 肯定是优先于这个去用 当然我们在这呢 这个 不会强调这个顺序的哈 但是大家就简单了解一下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紧着这个先用 好 大家来看这个图 FOB价 熟不熟悉 熟悉 我们在增值税出口免费那块讲过 对吧 说咱们国家出口的货物 我们这个FOB价叫做什么 从我们国家的关键出口的时候 那个叫出口离岸价 这儿的FOB指的是什么 货物在出口国的离岸价格 比如说啊 这个货物是从哪进到咱们中国的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是从马来西亚 所以在出口国的离岸价 那就是在马来西亚 离开他港口 那个时候的价格 叫做出口国的离岸价 也叫FOB 对不对 但是这个出口国的离岸价 有没有包含运费保费呢 没有 对吧 你要从马来西亚走海运 运到咱们国家这来 所以他没有包含这段的运保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都加一块 马来西亚出口离岸价 加上运到咱们国家青岛港这块的运保费 加一块这个价格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岸价 道岸价英文缩写呢 是CIF 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道岸是到哪的岸 咱们国家青岛港 到了青岛港的这个岸 所以道岸价跟马来西亚那的离岸价 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加了运保费 那这个道岸价格是不是就能直接拿来用呢 我们说不是 有一些项目 根据我们这个关税的法规 我们要对它进行调整 海关要看哪 您的这个价格有没有一些逃税偷税的嫌疑 那么我来问大家 如果你是这个进口商 假如说你们现在所有人是个进口商 你给我想点招 说想想折 咱们尽量的把这个货物 这个道岸价格往下压抑 你们能有什么招数 想一想 能有什么招数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从德国进口力量汽车 说这个从德国进口了一辆这个汽车 甭管什么牌了 反正你进口到中国来呢 这个汽车场上说了 你这个汽车进口到中国 好 我告诉你 这汽车到进口到中国来 不行 它那个 这个比如说 这个保险箱里边有一个灭火器没装 有一个备胎没装 有一个这个三角警示牌 我都没给你装 所以呢 这种情况 你还得另外呀 再向我采购备胎 灭火器警示牌 所以各位同学你想想 我来问问大家 这种时候 你那个进口车的价格是压下来了 您那个备摊警示牌 还有那个灭火器的价格 要不要算在关税完税价格里 想一想 要不要 一定要的 因为您这车啊 说白了就是到中国来缺东西 您额外又进了一批东西 那我当然得要算再来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说这个车 这个车呢 假如说它是个电动车 它能连绑的 然后呢 你这个车啊 在中国卖 好 我把这个车价给你压特别低 说这个车呢 进口到中国来 一辆就十万块钱一辆 然后呢 我跟你说 你呀 还得额外再给我付十万 额外付的那十万叫什么呢 叫做 我这个车里边的电子软件系统的特许权使用费 那您说您要是这车啊 不给我付这个额外的这个使用费 您这车开不了 这个车载这个电机呢 没法用 现在这个车机系统都那么智能 对吧 没法用 所以各位同学想想 我说我额外跟你收了一个十万块钱的特许权使用费 您要想卖 想开 必须额外一辆车给我交十万 请问大家想一想 那十万 你要不要放在这里边来啊 当然是了 为什么呢 您这十万要不交这车能开吗 开不了 没法使用 所以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了 我给你出的这些主意都是什么 都是歪门邪道 对不对 我的本质是什么 我的这个坏心眼子是什么 就是想把这个车架给他压下来 车架压下来少交点关税 大家想想 我的这些小心眼子 能逃过海关的法眼吗 那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了哈 海关要对他进行调整 来看 成交价格必须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你看我刚才说那个说 您这个车进口来十万 您还得额外付一个十万 叫特许全使用费 这就是限制 对吧 可以确定的 好的 这个价格是肯定的 没问题 不用改了 不用调整了 没有附加收益的 什么叫附加收益啊 还是拿这个公司来说 说这个公司说了 你这个宝马车 你在中国想卖一台 你如果想卖一台 按照咱俩签的合同 你必须把卖的这台车 其中的五万块钱交回到我德国去 那大家想一想 这叫什么 这叫附加收益 所以大家想一想 只要你在中国卖一台宝马车 你就要再给这个德国宝马交五万块钱 大家想一想 这五万本质上来说 仍然是那个车的关税 关税价格 对不对 这就叫附加收益 好 同时你要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成交价格必须公允 没有限制 可以确定 而且没有附加收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成交价格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形 我们说 比如说 我们这个车 有一些什么包装物 然后这个车里面 有一些什么塑料袋啊 塑料布啊 这个屏幕上贴的膜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大家想一想 这些包装物 虽然钱啊 不怎么值钱 它是不是跟那个车是一体的 是的 所以这些包装物 我们也要给它寄入到 关税完税价格里面来 所以各位同学看这个表格的 那边那列 那边那列就是 应该寄入关税完税价格当中的项目 那么这边这列就是 不寄入关税完税价格当中的项目 首先 简单的来说一下原则 这个表格 我跟大家说 会不会考 会考 选择题 考察大家 这个是很易如反掌的 那么在计算题当中 会不会考 也有可能 但是概率不高 所以主要是概念性的知识点 大家把握好了就行 来 这些特殊项目包括什么呢 来看啊 第一个 哪些东西应该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首先第一 有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济费 这儿呢 我想问问大家啊 这个话读起来特别拗口 所以你先要从语文上先搞清楚 请问 这句话你读下来 你告诉我 购货佣金记不记住 他说 说应该记入的是 买方负担的 除了购货佣金之外的佣金和经济费 所以你告诉我 购货佣金记不记住 不记住 所以大家把这个画下来 购货佣金是不记入关税完税价格的 那么这个佣金怎么区分 待会儿有一个精准答疑 是专门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现在这个咱们先暂且放一放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跟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 比如说咱们国家这个进口过来的葡萄酒 大家知道这个葡萄酒是装到什么容器吗 木头箱子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木头箱子 是吧 还有葡萄酒那个玻璃瓶子 这是酒的容器费 那个木头箱子属于这个包装材料 所以这个葡萄酒的玻璃瓶 和葡萄酒的木头箱 请问大家 要不要记入到关税完事价格 要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跟货物一体的 一个是容器费 一个是包装材料 还有包装劳务费 所以这两个都是要记入关税完事价格 第四个 与该货物的生产和向我国境内销售 直接有关的 那有买方一个低价的方式等等 负担的这些材料 布件 零件 工具 模具等等 这些情况 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那个车后边那个备胎 那个车后边的灭火器 那个车后边的三角警示牌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典型的 什么零部件 工具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 说这个车呢 特别漂亮 但是这个车 你要想在国内卖 你卖一辆车 你得给我这个国外的设计师 一笔设计费 那这肯定也不行 对吧 这也必须要构成这个车的 车架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什么工具 布具 零件 材料 研发 设计 制图等等 这些都是要寄入关税 晚税价格的 这个项目 大家不用每个项目去计它 不用逐字 逐句的去背 我们这个项目理解了就可以 这是第四项 第五项 与该货物有关 并作为卖方向我国销售该货物的一项条件 有买方付的一个特许权使用费 前半句话 大家不用深究它 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说宝马公司 说这个中国这个经销商 你要卖台宝马 必须向我德国支付一项特许权使用费 那就是典型的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想这个特许权使用费 要不要计入关税 晚税价格 要计入 所以画下来 关键词 特许权使用费 还有第六项是叫什么 转售 处置的这种 附加收益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 说这个 关税晚税价格 它必须要包含 怎么样 如果你有任何附加收益 你必须要包含到 关税晚税价格里边来 所以这就是附加收益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些项目 都要计入到 关税晚税价格当中去 一方面 是跟这个货物分不开的 容器呀 包装材料 还有另外一方面 是说你这个货物 想进口到中国来 你想在中国卖 必须配的一些 必须搭配的一些材料 零件 布件 工具 特许权使用费 或者是转售收益 这些东西都要计入 关税晚税价格 好 这是要计入 晚税价格的项目 那么再来 这边是不计入 关税晚税价格的项目 这些东西啊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三个字 进口后发生的 这个进口后 大家来看看啊 是不是这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 厂房机器设备等货物 进口后发生的一些 建设安装装配 维修等等费用 这些东西都是进口之后 您要安装 您要装配 所发生的一些费用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点要提示大家 保修费用 所以同学们 读到这儿 来看 保修费用除外 那么我来问问大家 仍然从语言的角度告诉我 语文的角度告诉我 保修费用 到底记 还是不计入 关税晚税价格 到底记不记入 注意 保修费用 是要记入 关税晚税价格的 仍然拿车子举例子 大家知道 咱们国家对这个 汽车产品的三包政策 是保修 是多少年的吗 诶 有没有人知道 三年 强制 国家强制 这个汽车生产厂商 必须对这个车 保修三年 这就是咱们国家 强制的三包规定 那好了 各位同学 这个车 这个牌子的车 进口到中国来 然后呢 我们说 我说 不带保修费用 你坏了 我不管你修 保修梯内 没有保修梯 你如果想要 我给你保修的话 你要额外 给我这个车架上 再额外 再付一笔钱 所以大家想一想 额外付的 那个保修费用 要不要 进入到 关税 完税价格里 必须进入 为什么 咱们国家 认为 保修 就是 汽车 生产厂商的责任 所以你这个车 只要一出厂 你必须要 包含一个 三年的保修期 所以咱们国家认为 保修费用 是一定要计入 我们这个 关税 完税价格当中的 但是啊 这个我告诉大家 只是咱们国家 世界上有国家 他对这个保修费 是不计入的 当然这是后话了 好 保修费用要计入 再往后 第二项 进口货物运抵 我国境内输入地点 注意 起泄后 发生的运费 相关费用 还有保险费 这儿的关键词是 起泄后 那么既然是起泄后 就怎么样 就一定不用计入 关税 完税价格 因为咱们说了 说需要计入到 完税价格里边 那个运保费 一定是起泄前的 所以跟那儿就对应上了 第三个 进口环节 您交的关税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小鸡车 还要交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这些都是进口的税款 当然不计入 再往后 第四项 进口之后 在境内复制这个进口货物 而支付的费用 仍然是进口之后 所以不计入 再往后 境内外的一些技术培训 境外技术考察 好了 这东西 跟这货物说白了 没啥关系 对吧 您是培训去了 考察去了 还是旅游去了 这咱也说不好 所以这东西肯定不计入 再往后 符合条件的 为购买进口货物 而融资 所发生的利息费用 这个东西 简单解释一下 说我今天这个买车 买这个宝马车没钱了 那这个时候 我去银行带了一笔款 可能带了一千万 我带了一千万 我就有钱了 我就可以去进口一批宝马车了 对吧 进口个20辆 所以这种时候 你去银行贷款 付给银行那个利息费用 要计入关税完税价格吗 当然不用了 对吧 这是您在国内 您自个儿融资的钱 所以这个 跟这个进口货物 说白了 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这东西肯定不计入 好了 所以这是不计入 关税完税价格的项目 好了 那么各位同学 关税完税价格 我们就讲到这 后面的原理详解里面 我们针对特许权使用费 和附加收益 简单做了一个解释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 已经都讲完了 所以呢 我看刚才好像有同学 对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等等 还有疑问 有疑问的同学 课后自己去看一下 特许权使用费 和附加收益就可以了 这两个不是重点 好了 各位同学 关税完税价格里边 还剩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经济费和中介费 还有佣金 这儿呢 给大家专门写了一个精准答疑 同学们往年啊 经常不太理解 说什么叫购货佣金 那除了购货佣金之外 还有什么佣金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解释 首先 购货佣金 什么叫购货佣金 就是比如说老陈要去进口一批货物 我呢 今儿进口一批 明儿进口一批 后儿进口一批 甭管我进口的多少东西 是什么货物 我都固定去找这位同学 去帮我做一个经济 做一个服务 提供一个经济代理服务 所以啊 你会发现啊 说这个同学 说老陈为什么一直找他 为什么 他跟我熟啊 对吧 我就用他用惯了 所以这个同学 他其实是代表着谁的利益 我的利益 所以这位同学 跟我收多少佣金 哎 他就成了我的购货佣金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我支付给这位同学 这个购货佣金 跟我说 进了A货物 B货物 C货物 D货物 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对吧 自己人 是的 就是我自己家的 就是我的一个中介 好了 所以这是购货佣金 那么什么 除了购货佣金之外 还有 还有什么样用金 那就是其他的 第三方的中介经济费 什么叫第三方的中介经济费啊 比如说今天 刚才我看有条件说 我就说 马来西亚产榴莲 我就要去买这个榴莲 但是人家这个榴莲生产厂商 人说了啊 我不爱跟你做生意 这个榴莲呢 一般情况下我不卖给你 那我呢 必须得去找一个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啊 他不代表我的利益 他可能也不代表人家的利益 他就是在中间 撮合 撮合这笔交易的中间人 好了 我通过这个中间人 怎么样啊 买到了 这笔 马来西亚来的榴莲 所以各位同学 你想想啊 这个中间人 他收了我一个中介经济费 我要不要 寄入到这个榴莲的关税完税价格当中 想想 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中间人 我根本买不到这笔榴莲 它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各位同学能听懂的 给我评论区抠一个二 听懂了 直接记结论 结论是什么 购货佣金 不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因为它是您的自己人 代表你的利益 你付给人家一个付费而已 什么要记住 说中介经济费 这些第三方的 要记入完税价格 所以这就是购货佣金和其他的 除了购货佣金之外的区别 购货佣金不记入 其他的都要记入 做题的当中 记住 遇到这么几个字眼 记住 要记入关税完税价格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佣金和经济费 简单做这么一个解释 下面到了我们的海关估价方法了 还记得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说刚才咱们讲的叫做成交价格 咱们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您的这个成交价格 我们能确定 那如果你成交价格不符合条件 或者这个成交价格 我根本找不到 怎么办呢 海关要做决定 因为海关它肯定要征关税的 所以海关到现在要拍板了 那么海关拍板 是不是会很武断的拍板呢 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所以大家留意了没有 在我们的这个关税的条例里边 海关得跟我们纳税人进行商量 我告诉大家 在实务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 甚至包括海关呢 在进行一些这个稽查的过程当中 他跟纳税人之间 也是一个磋商的态度 所以海关对于纳税人的这些态度等等 跟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态度 它还是截然不同的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种海关磋商的案子 我也遇到过海关一定要跟你商量 海关摆出他的道理 你呢 你也有你的道理 你们俩就商量吧 这个价格对吧 就是相互砍价的那个过程 所以这个叫做海关跟你进行的 叫做价格磋商 好 经过价格磋商之后 我们依次以下来方法 注意这儿 又有顺序了 依次就是顺序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 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什么 各位同学 这个表 记什么内容 名字得给我记 除了名字之外 这部分具体规定 简单化一些 需要你记的地方 其他的不用被记 理解了即可 所以各位同学来 名字给我记下来 第一个叫做相同货物 成交价格 第二个叫做 类似货物 成交价格 估价方法 相同类似都没有的 我们用第三顺位 叫做倒扣价格 倒扣 倒着扣 前三个都没有 我们要计算价格 一二三四都没有 我们在最后最后 兜底的 那就是其他的合理估价方法 这个名字就不用记了 所以前面四个的名字 大家得给我记下来 好了 各位同学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去年考了一道题 考了一道题 考了哪个点呢 首先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 大家这个相同货物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跟我进口过来的这个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多少钱 咱们参考一下 这叫相同货物 第二个类似货物 什么叫做类似货物 就是跟我进口这个 差不多的 比如说您进口这个榴莲 是那个什么猫山王 我进口这个榴莲就不是猫山王 叫狗山王 所以另外一种榴莲品种 但是都是榴莲 差不多 对啊 类似的 比较一下 所以一个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 一个类似的 差不离的 比较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相同货物和类似货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这个相同货物 甭管是相同货物 还是类似货物 我们说您得有一个期间嘛 对不对 你前后脚 比如说您是今天明天进来的 或者都在同一天进来的 可以 但是如果说啊 我这个货物进口的频率不高 我不是每天都有进口的 我也不是每周都有进口的 那么我这个期间段到底放多久啊 那好了 去年在这考虑道题 我们在相同货物和类似货物里面 都有一个叫做大约同时 你看 大约同时进口的 大约同时进口的类似货物 所以这个大约同时 大家简单记一下 前后45日 特殊情况延长 不能超过90 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用记 记一般情况 45日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就记45日 考得太细了 是的 所以这个45日 简单记一下就行了 好了 相同货物 类似货物 咱们就说完了 就是大约同时进来的 一样的货物 还有差不离的货物 接下来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我们叫倒扣 倒扣价格 那肯定是用 您在国内的内销价 然后呢 从这个内销价上面往下扣 扣什么呢 扣除它在境内发生的 有关费用 然后呢 境内的一些利润等等 所以以内销价为基础 往下扣 倒算一下 倒挤一下 看看您的货物 进口是多少钱 这叫倒扣价格法 再下面 如果倒扣用不了 那就用计算 计算跟倒扣 我告诉大家 正好是反着的 倒扣咱们刚才说了 是用境内的内销价 往下扣 对不对 那计算的就是用您的材料成本一点一点往上加 所以各位同学发现了没有 倒扣是往下减 计算是往下加 但是他们两个最终殊途同归 想评估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叫做海关估价方法确定的关税完税价格 所以计算工价方法 它就是我们用你的材料成本 加工费 还有一些什么毛利啊 还有一些一般的费用啊等等 一点一点往上加 推算您这个货物值多少钱 所以倒扣价格法和计算价格法 能听懂吗 各位同学 来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扣一个三 顺查逆查 这个不错啊 你看这个同学就是做事物检查的 顺查法逆查法 是的 好了 能听懂就可以了 这块只要懂了就行 再往后 那前面的价格都没有 怎么办呢 我们找一些其他的合理估价方法 但是在这个合理估价方法里面 我们有一些不得采用的 那么这些不得采用的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得采用的这个东西 从来没考过 但是在这呢 你看看 不能采用什么 不能直接采用这个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当然不能用了 这个东西在境内卖多少钱 跟您进口时候的那个进口的关税完税价格 这基本上就是两码事 因为您中间还有那么多环节 还要加那么多利润呢 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能用 对吗 还有可供选择的几个价格当中较高的 不能武断的去用这种较高的价格 因为这个对纳税人是不利的 还有第三个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说您这个进口一个榴莲 您看那个榴莲在马来西亚买多少钱 能行吗 肯定不行 对吧 这成本就不一样啊 还有第四个 以计算价格估价方法之外的其他的价值等等 还有呢 出口到第三国的销售价格等等 后边几个不解释了 了解即可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几个价格 因为它太武断了 而且不合理 或者是呢 对纳税人不利 所以我们不能采用这么几个价格 好了 这块我们就过了 来吧 看一下这个给大家写的几题高手 在计算题当中 我告诉大家 不会考海关估价方法的 计算题呢 它一定只会涉及到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那么既然涉及到成交价格估价方法里面 就有这么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货 一个叫做运 一个叫做保 所以货运宝加一块 实际上是我们关税完税价格的构成的三大要素 计算题当中 有可能这三要素都给你加一块就行了 也有可能个别的要素让你算 所以我们关键就在于 在成交价格估价方法当中 货运宝如何计算 大家必须要会 那么第一个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首先来看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到底怎么确认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货运宝里面的运 货为什么不讲了呀 这个货价呀 题目当中一定会作为已知条件告诉大家的 所以同学们不用太担心 所以货价咱们就不讲了 咱们就直接从运费开始 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应当按照有买方实际支付的 或者应当支付的费用计算 这第一句话呢 没考点是废话 第二句话注意了 如果这个运费无法确定 怎么办 海关应当参照一些标准 进行审查确定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如果这个运费呀 你说我没有单据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 海关来确定 请问各位同学 需要咱们计算吗 不需要 既然是海关确定 那题目当中一定会告诉你 说什么 海关审查确定的运费是多少钱 好了 所以记住了 运费 说如果没有 海关确定 海关确定的是多少 题目当中一定会告诉你的 第三个 运输工具作为进口货物 用自身动力进进的 这种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 比如说飞机 从那个法国空中客车 买了这个大客机 从那个法国的图卢兹飞到咱们国家 用的是什么 自身动力 还有运费吗 各位同学 没有运费了 对吧 这叫自身动力进进 船也是一样啊 船自己可以开过来的 所以它叫自身动力进进的 就不用再算运费了 多此一举 所以这是运费 第二个 关键来了 保险费 保险费一般规则是按照实际支付的去计算 但是如果题目当中 保险费无法确定 或者题目当中说没有实际发生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计算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需要介入计算的点就在这 请大家把这个公式给我画下来 保险费怎么算 货架加运费乘上千分之三 注意这里面是千分号 千分之三 那么请问各位同学 货架和运费您哪找 题目当中一定会作为已知条件告诉你的 所以题目当中唯一不可能告诉你的是什么 不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就是不是每次都告诉你的 是保险费 所以唯一需要我们计算的就是保险费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保险费公式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说想省点事 请问关税完税价格 我们再把那个公式给大家写一写 关税完税价格的公式如果考虑到了计算保险费的公式 我们怎么变形 首先货加上运加上保 把保险费的计算公式带入保里边 所以关税完税价格就等于货架加上运费 乘上一个1加上千分之三 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学变形 但是这个数学变形能帮助大家节省一些时间 1.003 货加运乘一个1.003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简单的数学变形在这给大家放在这了 好吧 我想讲怎么区分自身动力和不自身动力 首先啊 这个东西不会考试考你的啊 我在这呢解释一下 只是帮助大家理解 考试不会考你说 这个进口的一个轮船 进口的一个大飞机 不可能 所以这呢了解即可 好 第三个 油运进口 油运进口是什么情况 有一个从境外游过来的油包 对吧 从境外运过来的一个快递 所以这种情况啊 快递 你说它这个运费保费到底怎么拆啊 我告诉你 快递的这个油费啊 它里面实际都包含了 这个油费实际又包含了运费 也包含了保险费 所以呢 这种油运进口的这种油包 快递包裹 就按照油费作为运保费就可以了 好了 来各位同学 变题 某进出口公司从德国进口了一辆小汽车 该汽车呢 成交价格 这个成交价格实际上就是货价 这就是我们说的货 42万 海关核定运输及其相关费用8万元 好了 保险费无法确定 让你计算 关税完事价格 来吧 各位同学 就拿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 比较省事 比较快的那个公式 现在给我打在评论区 没有保险费的情况下 我们得计算保险费 保险费怎么计算 货价加上运输及其相关费用的千分之三 所以快点写啊 这个时候加快做题速度 42加8 乘以多少 1.003 好 这统一解释一下 很多同学每年到了最后冲刺飞跃的时候都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 我在解题过程当中 我把百分数写成了小数 请问可不可以 有没有分 我现在统一回答各位同学 有分 听到了没有 包括你把说那个增值税啊 价税分离换算 你写成了一个除以1.13 有没有分 有分 所以各位同学 统一回答了 好吗 好了 好了 这儿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答案 这个答案呢 是用那种蠢办法 笨办法 所以保险费是42加上8 然后乘以千分之三 然后呢 等于0.15 带入到公式里边来 是50.15 但是你如果用咱们刚才的公式 你就去按一遍计算器就解决了问题 对吧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算是算 好了 这道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过了啊 有什么时候千分比 千分比在你的键盘上是没有的 你得那个插入符号才行 键盘上是没有的 来 第三个 特殊情形下 进口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 这个东西呢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这个东西呢 不会在计算当中考大家 最多最多一道选择题 那么这里边啊 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相当于是比较特殊了 它不是前面讲的任何一种情形 所以在这些情形下啊 我们对关税完税价格 有一些特殊的专门的规定 第一种情况叫运往境外修理的货物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货运到国外 是维修去了 维修好了 然后再运回来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是境外的修理费和物料费 境外的修理费和物料费 第二种情况 这个货物是运往境外加工 那可能我们国内没有这个加工能力 他运到国外去加工 加工完了又运回来 那这种情况注意了 是加工费料件费 还有 再加上 复运进境的运输费用和保险费 注意各位同学 请问 为什么第一种情况 我运到境外修的这个东西 没有加运费和保险费 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修完了之后 我问问你 你还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是的 那既然你是同一个东西 咱就不用看你的运费 保费是多少 您只不过出来一趟又回来了 同一个人 好 第二种情况 运往境外加工去了 我发了一批材料 发到境外加工加工 加工出来了一个货物 请问加工出来的这个货物 跟您运往境外的材料 它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了 因为您加工完了之后 您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货了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把运费保险费加进去了 所以是加工费料件费 加上运费和保险费 所以这两个有区别 大家搞清楚就可以了 再来 暂时进境的货物 这个呢 没有什么要记得 后面 租赁方式的进口货物 这个租赁方式 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它特指的 一般是融资租赁进口的货物 融资租赁进口的货物 我来问同学们 你们会计上 有没有学过融资租赁这些事 融资租赁 你对外付的租金里边 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 融资租赁的 你的利息的成本 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是 这个利息到底怎么处理 注意看 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外付的是 融资租赁的租金 对吗 对外付的租金 但是这个租金里 其实包含了利息了 利息应当记入 记入我们关税 完税价格 所以大家记 关键词就在这 以审定的租金 作为依据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了 利息应当记入 好了 这是融资租赁 这呢提示 其实就是给大家 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业务行为 提示里边这个东西呢 不用记啊 是帮助大家理解的 辅助你理解的 租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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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你给这个东西呢 我想留购 咱们就是不再租了 我买下来行不行 可以 那这种情况叫留购价格 所以如果您想买下来了 我们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 作为我们关税完税价格 好 最后一次性缴纳税款的 那就是说 你的租金可能是分批往外付 但是呢 你过来申请海关 跟海关这说 我说我这个关税 我能不能一次性缴纳呢 可以的 那海关肯定高兴啊 我一次性能收到这么多钱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按照我们正常的 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方法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方法 去确定就好了 好了 后面 留购的进口货样 这是仍然是留购价格 留购实际上就是 我们原本可能是租进来的 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样品 临时进净的 但是我们改主意啊 改主意说这个东西呢 我就留在国内 甭管是内销啊 还是用作其他用途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以后有个留购价格 就是以留购价格 作为关税完税价格 好了 各位同学 八点了 我们课间休息十分钟 回来再继续讲这个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